嗨大家這支影片是要講說就是我最近的境況更新還有英國現在的疫情情況 然後我這邊有我的app拍因為我有寫稿 我怕我忘記然後好首先第一件事是要講說我沒有要拍QA 因為問題太少我覺得就是我希望問題比較多然後再來拍QA 所以我沒有要拍不過我還是會把你們想要知道的訊息融入到我每個禮拜的更新裡面 所以我應該是盡量會回答你們的問題 那如果沒有回答到的話你們再跟我說我會盡量記得的 嗯對 好那我們就先開始介紹境況更新的部分 我所謂的境況更新就是從Hoften Break到現在所發生的事情 就是不是全部但是我會挑重點然後有趣的假 那我的Hoften Break指的是就是我們萬聖節的時候有放一個禮拜的假 就是從放假完然後到現在所發生的事 然後我不一定會照時間順序講我會混著講 因為有些事情都是有關聯的這樣 對好 但是呢我現在要先講一件就是Hoften Break的時候發生的事情 就是我們有分夏令時間跟冬立時間 然後在Hoften Break的時候我們從夏令時間轉到了冬立時間 這個意思呢就是指跟台灣的時差從7小時變到8小時 據說是因為有夏令時間冬立時間這個東西是因為冬天就是天黑比較快 然後冬天比較就是太陽比較晚出來嘛 所以他們就是把時間調慢一個小時讓農夫有就是多一點時間可以耕種啊之類 然後據說是從就是凌晨一點的時候就是跳回去還是凌晨兩點跳回去一個小時 所以就是等於我們在睡覺的時候有多一個小時可以睡這樣 然後我們開學沒多久就進行了National Lockdown 雖然是算是叫National Lockdown 但是我們還是可以出門買菜跟運動 然後但是我對我來說就是我看到的景象是跟沒有Lockdown之前是差不多的 所以我覺得就是對然後不過就是案例是確實有下降 然後因為Lockdown嘛然後就有人開始在網路上面連署說 那個學校是不是也要關啊或是改全部網課的模式 因為其實有兩個原因 一個是大家不是很想上課嘛 對因為損失太大他們就是對他們很害怕 然後接下來是Bornfire Night 如果有在認真看我的介紹的話呢 就會知道我那時候就是 他是跟一個英國的叛變有關 然後我在那天也跟紅佳玩了仙女棒這樣 然後接下來是美國大選就是 就是應該大家都有關注吧 就是沒有關注的話也有聽說就是川普跟拜登 然後我們我的歷史是有都多歷史跟美國歷史 然後我們美國歷史課的時候老師就有給我們看 就是開那個開票的網頁給我們看 就是看現在的局勢啊大概是怎樣 然後就是同學有在聊說什麼 哦川普啊然後拜登這樣 然後我們就是有得出一個結論就是 投拜登的不一定是覺得拜登好 是因為他不是川普 嗯好 那從11月13日開始的時候我們學校陸續有人確診這樣 那12月2號的時候我有一個演出 是然後演出前兩個禮拜我有一個社會學的考試 然後因為那個演出是要就是我們有rehearsal就是 剛好是考試的那個禮拜有兩個rehearsal 然後一個是禮拜一一個是禮拜三 然後禮拜一我是兩天就放學 但是我在學校待到五點半 然後禮拜三是禮拜三是從下午到晚上這樣 但是禮拜三我沒有 我沒有上課 然後我就覺得有點暗雜 就是啊我放假啊 然後還要去學校這樣 然後就是本來可以讀書 然後禮拜四還有一個就是正式算分的考試 所以我就很出來我怕我沒有讀好 或是沒有太多時間可以讀書 不過不過我後來的成績是還不錯 就是如果以台灣的標準算的話 我是有及格的這樣 對 然後11月23的時候那天我們吃了千層麵 就是我們紅媽就是提出了一個idea 就是說我們因為我們家有三個交換學生嘛 我然後義大利人跟挪威人 然後我們三個就是每個人挑一天 然後負責煮晚餐給大家吃 然後義大利人是負責每個禮拜一 然後11月23的那一天他就是做了千層麵 他真的是他從那個醬開始做 就是11月23是禮拜一嘛 然後前一天禮拜日的時候 他下午就開始熬那個醬 然後反正就是感覺很高竿啦這樣講 啊我啊我的話我是 我上禮拜是做了日本咖哩 就是我媽有寄那個咖哩塊給我 然後我就煮了日本咖哩 啊這個禮拜我是炒炒飯 然後那個禮拜11月23那個禮拜是 剛好是黑色星球 然後我就就是 就是無聊那邊滑手機嘛 然後我就點進去樂高官網看一下 因為樂高現在有出很多哈利波特系列嘛 雖然很貴但是就是window shopping嘛 你們懂的 不過進去那個官網竟然要排隊 我整個傻眼他就是 我有截圖會放在這邊或這邊 就是他寫說 you are in a queue you need to wait 什麼什麼之類的 然後那個禮拜也是 呃 11月的最後一個禮拜 所以我們在那個週末我們裝飾了聖誕樹 呃然後 有放 就是邊放聖誕節的音樂 就是youtube不是有什麼一整個串燒嗎 什麼就是可能一整個影片 然後就好幾首聖誕聖誕節的歌 然後我們就放那個 然後晚上的時候我們還看了兩部 呃跟聖誕節有關的電影 第一部是grinch 它是動畫 然後是grinch是那個主角 就是綠綠的 然後他是壞人 因為他小時候有就是 不好對聖誕節有不好的回憶 所以他想要摧毀大家的聖誕節 就是小孩啊大人也都可以看 我覺得還不錯 然後第二部是 呃一個叫elf的電影 它是 呃就是有一個人類 然後 就是聖誕老公公 在有一次發禮物的時候 就是有一個 小嬰兒我不小心跑到他的聖誕袋裡面 然後被帶回去北極圈 然後他就被 呃 妖精elf 我不太確定中文發言 就是他被elf一樣成 成長 但是 呃 因為他是人類 然後 然後 alph很小隻嘛 所以他就是有點格格不入 然後他後來還跑去 紐約找他的親生父親什麼的 我覺得還不錯 但是 呃我沒有看到結局 所以 呃 對 然後接下來呢 就是 呃 因為接下來就12月了嘛 然後12月就是陸陸續續可以看到街上有聖誕裝飾 就是因為聖誕節要到了嘛 然後聖誕節是對他們來講是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一個節日 那我們學校就有三棵聖誕樹 不是像文棗那樣子很大一棵 然後是用學費構成的 不是 呃我們就是三棵小棵的聖誕樹 第一棵是在學校門口 就是你一進去學校你就可以看到 然後第二棵是在圖書館 第三棵是在體育館裡面 呃 然後他們就是聖誕節有一個傳統是 呃叫Advent calendar有點像 但是中文好像叫倒數日曆就是從12月開始 還有24格 對 然後每天起來就打開一個 我自己買了哈利波特樂高的倒數日曆 然後紅媽有買給我們 呃交換學生一人一個巧克力的倒數日曆這樣 就是雙倍快樂 喔我之後會發文介紹那個倒數日曆 就是因為還沒有開完 現在是今天是18號 對所以還沒有開完 呃我可能我不知道這支影片上的時候 你們看到就是我那篇文發了 就是我還不確定 因為我要看下個禮拜的狀況 因為下禮拜下禮拜四是聖 下禮拜四是Christmas Eve平安夜 然後禮拜五是聖誕節 禮拜六是Boxing Day Boxing Day的話 呃好像也有東西可以講 我可能會發文介紹之類的 但是我不確定就是這些都是帶電的東西 然後接下來就到我演出的那個禮拜 本來我們是跳兩場 就是下午一場是給老師看 然後會錄影 然後晚上也是直播的Dance Show 就是我們邊跳的時候邊直播 不過因為那個禮拜有兩個老師一個學生確診 然後我們表演者裡面有一個二年級的他就是要隔離 因為只要你跟確診的人有密切接觸的話 你都要在家隔離14天嗎 我不確定是不是14天 因為我對這裡的隔離的那個那個叫什麼 系統之類的 我不是很清楚 所以呃就是反正就是要隔離 然後所以那個人就沒有就沒有表演 啊我們就可能是因為這個關係 我們的表演就是改成下午的時候跳一場 然後我們下午的時候錄影 然後晚上晚上的時候播出來這樣 啊那個禮拜就是轟媽她就是假日不在 然後她請她的她媽媽跟她她媽媽的老公 嗯對不是她爸爸因為就是分開了 好這不是重點 然後就是就是我跟我現在就是簡稱轟阿爸跟轟阿公 然後我跟她們她們兩個一起看了The Holiday 它是一部就是演蠻老的電影 呃它是求德洛不知道大家知道 求德洛演的 然後我覺得還蠻好看 它就是浪漫喜劇 然後轟媽不是轟媽是轟阿媽 轟阿媽說那是她最最喜歡的一部電影 就是她可以看好幾次好幾次 就跟我可以看哈利波特看好幾次的道理是一樣的 那那個禮拜也是在學校最後一個禮拜 因為上個禮拜是在家上課 然後這個禮拜叫做Study Week 又叫Parents Consultation Week 顧名思義呢就是不用去學校 然後在家裡讀書老師會派功課 那如果你有考試的話你就要去學校考試 像我室友還有兩個criminology犯罪學的考試 所以她就有去學校 啊老師會打電話跟你父母聊一下 就是你在學校的狀況阿什麼之類的 就有點像家長會吧 就是可以這樣講 但是就是個別一對一的 啊我這個禮拜剪了頭髮 不知道你們看不看得出來 就是我剪了瀏海就是讓它比較短 就是之前可能到這邊吧 就是如果我綁高馬尾的話 就是整個瀏海是可以綁上去的那種 所以非常長 因為 喔然後我還有剪髮尾這樣 就是因為把 美營養的那些地方剪掉 因為後媽就是 她有預約人來家裡幫她剪頭髮 然後她就順便問我說要不要剪頭髮啊這樣 然後我就想說 喔好啊那我就剪一下 啊價錢大概是13磅 就是差不多台幣500 就是也沒有到 也沒有到算很貴 那它相比的話 就是跟你去髮廊比的話就是 就是沒有差的洗頭 因為剪頭髮的話不是通常都會洗頭嗎 那如果在家裡的話就沒有洗頭 就是純粹剪這樣 然後我從上個禮拜 開始就一直待 就是每天都待在家 因為下禮拜網課嘛 這禮拜是study week 然後下禮拜開始是兩個禮拜的聖誕節假期 然後1月4號開學這樣 聽起來很爽 但是我聖誕節結束之後有三個考試 一個是都多歷史 然後兩個是社會學的 然後我們一週網課 一週學校去學校的模式 持續到三月底 也就是Easter holiday 就是復活節假期之前 我覺得他們持續這個模式的原因 是因為我們學校現在有 我不知道到底是幾個 大概有八個吧 反正就是超過五個人確診 就是包含老師或學生 那上個禮拜 有聖誕老公公來我們這社區 就是有點像是charity之類 反正就是你可以捐錢 然後那個聖誕老公公就是 如果沒有疫情的話 是你是可以坐在 就是跟聖誕老公公坐在一起 然後拍照之類的 但是因為疫情嘛 所以要保持social distance 所以不行 不過還是有人在那邊發巧克力 然後 我也拿到了一個巧克力 那lockdown期間 就是lockdown期間 還有最近我總共借了三本書 一本是關於女權的 就是女權主義 因為我有修社會學嘛 所以我有上到 functionalism 我真的不知道要怎麼翻中文 抱歉 然後女權主義跟馬克思主義 然後 對 然後我就在圖書館看到說 欸這本書感覺還蠻不錯 然後借來看看 但是 我覺得是不錯 但是 對我 就是我身為女生來說 還是覺得她的觀點太 也沒有說太 就是偏激吧 就是 因為 呃 女權主義有分 可以分成四種 那我就不多說 因為我怕你們會覺得很無趣 反正就是 她也就是那本書就是沒有偏向任何一種 女權 就是細分的女權主義 但感覺是就是綜合 但是 感覺來說就是還是有點偏激 那 那個字 就是 智慧量 可能是因為我智慧量不足的關係 所以我讀起來有點困難 就是對我來說有點艱深 那其他兩本 一本是愛情小說 是那個 Netflix電影 那個 《To all the boys I've loved before》 中文叫 《愛的過去進行師》的小說 就是我在學校看到 想說 欸我有看過 呃電影 那我想說 看一下小說好了 畢竟就是 如果看過電影的話 可能 讀小說的話 會比較輕鬆 然後比較容易懂 然後 最後一本是 歷史書 就是它有關 《車諾比核災事故》 它是 世界上 好像是世界上最嚴重的一次核災事故 還要嚴重的還要深 還要可怕 就是 我是在HBO他們有一個 就是迷你影節 好像只有六集的 的 那個 印記 始終就是 了解到這個 歷史世界 我是覺得蠻有興趣的 就是 蠻有 因為它是 因為以前不是蘇聯嗎 以前 就是俄羅斯的前身是蘇聯吧 這個事件算是 有點算是 壓垮蘇聯之後一根稻草 我一樣不多說 就是 若有興趣的話 可以自己去查這樣 然後 我也看了好幾部電影 因為我想說 Lockdown在家 就是 不能做什麼事情嘛 所以我就 我就 在Netflix上面 每個禮拜六看一部電影 然後 我總共看了 四 部 三部 如果 就是我前面提到的電影不算的話 我後來自己又看了三部 第一部叫 The Social Dilling 嗎 我不確定最後一個字 發音有沒有正確發音 他就在 講說 就是細骨的好幾個工程 是什麼 Google Facebook Instagram Snapchat 那些就是 社交媒體的那種 就是在裡面工作的人 就是在談說 現在社交媒體可以很輕易的操縱人心 就是可以 就是 其實他們是可以操縱你內心的想法的 就是 有點算是 一個警告吧 它是有點算紀錄片的方式 我覺得還不錯 蠻好看的 但是可能會 在我們這個年齡層蠻有爭議的 然後第二部叫EZA 也是 我朋友推薦給我的 因為我想 因為我不知道要看什麼電影 然後他就說EZA還不錯看 它是 Emma Stone演的 其實 有關於有一個女生 她在 高中 她在她的高中本來默默無名 然後她不小心 應該不算不小心啊 反正就是她有一天在跟她朋友聊天的時候 然後撒謊說她 她 她 有 上床 她跟別人上床什麼的 然後 然後反正就是 她就在學校突然變得很有名啊 什麼之類的 然後 接下來的兩部 對啊 我剛剛說三部嗎 應該是四部 因為 因為To All The Boys我有兩部我都有看 就是 因為我有介紹說嘛 然後我想說 那我再來衝刷一次電影 好 因為它有兩集嘛 第一集是 就是一集是 一集叫 To All The Boys I've Loved Before 然後第二部叫 To All The Boys I've Loved Before P.S. I Still Love You 那就是 對 我看了 既然我看了兩次的話 就代表這個電影不錯是值得去看 我覺得男主角很帥 好 那我現在要跟你們講一下 就是英國現在疫情的狀況 那每天的確診案例大概是兩萬幾掉 我真的不是要 拿數字下你們 也不是要造成恐慌什麼的 但是就是 事實 數據都擺在眼前 但是 我沒有在關注每天到底 新增多少案例 所以 這只是一個大概的數據這樣 那 會以顏色顯示各地區的確診案例 我可能會把照片放在不知道哪裡 那 藍色是100以上 黃色是100到200 橘黃 他們叫 amber 就是琥珀吧 琥珀色是400以下到200 那 紅色呢 就是400以下 雖然可能對你們來講很恐怖 但是就是 嗯 you know 習慣就好了 那 確診的 數量 就是 真的很難說 因為可能一下子 一下子好 一下子壞 那lockdown那時候 真的是有減少很多 就是 本來 大部分都是晃的吧 就是lockdown 剛結束的時候 可能有變得比較懶 但是現在又 現在又開始晃起來了 那 呃 現在各地區是採分級制度 又叫tear system 總共有 三層 那 我會把詳細的規則一樣 放在不知道哪一邊 一的話就是 是 它是一二三 就是三四 有點像金字塔那樣 就是三四 最嚴重 然後一是最寬鬆的 一的話就是 室內室外 只能最多六個人集會 二是 禁止室內串門 就是只能 只能 呃 室外最多六個人 那三的話 基本上就是跟lockdown差不多 像什麼 餐 餐廳啊 不能 不能 室內用餐 對 你只能take away 然後 但是好像沒有像之前 那時候lockdown那樣 就是 非 essential shop 會關 我不確定 但是我會把 詳細規則放在上面 所以你們可以自己看一下 所以你們可以自己看一下 然後 那倫敦禮拜三的凌晨的時候 已經因為 按 確診數太多 進入Tier3 然後 現在是 現在是有在說 就是好像有一個 就是 有點變異的 新型冠狀病毒在倫敦開始 開始 開始 散播 我 我學校那一區 就是 叫 他們 明天 也就是 19號的時候 要進入Tier3 然後我在 我剛剛在打稿 的當下呢 就收到學校的信說 開學那個禮拜要改成全部線上 不過我那個禮拜有一個多多歷史的考試 但是他不是算那種 就是 很 就是好幾個小時很正式的東西 這樣 我們就是只有一個 Essay要寫 然後是 總分是25分 所以 我不確定那個 到時候會是怎麼樣 可能 可能一樣是 在家考吧 我不確定 因為我還沒有收到消息 那 嗯 基本上 首相 Boris Johnson是說 如果室外可以維持社交距離的話 是可以不用戴口罩 但是 所以 大家都沒有在戴 不過我自己還是有戴 喔 然後我忘記講 就是 疫情的 防疫的規則啊 什麼的 就是他們是分區的 就是 英國 就是 他們是統稱英國 但是 英格蘭自己有 有一個 自己有一套 防疫規則 蘇格蘭自己有一套 我也是自己有一套 北愛爾蘭自己有一套 然後他們自己也有自己的 呃 手掌 就是 他們有點像自治區的概念吧 但是他們又不是 獨立 就是 最終控制權好像還是在 首相Boris Johnson上面 我對 英國政治不是很清楚 我 可能講錯 所以不要 太認真 嗯 那 學校 我們學校的話 應該是很多學校 都是這樣吧 就像 我有一個在加拿大的朋友說 他們學校也是這樣 就是 你在走廊上的時候 要戴 口罩 就是強迫性的 然後 呃 我們學校圖書館也要戴 那 你進教室的話 可以不用戴 然後我就 很納悶說 教室的話 就是如果 尤其是坐在第一排的那種 那種 呃 學生 就是你跟老師最 會 會 近距離接觸 然後你們都沒有戴口罩 就是 就不懂 所以 我自己都是有戴口罩 那 他們幾乎都是戴布口罩啊 或是 就是可能 一下公司就把口罩摘掉什麼的 所以我就覺得好像 就是 沒什麼用 因為他們 就是也不相信口罩可以防疫到哪裡去啦 然後 或是他們是有戴那種 就是 一個面罩 就是這樣子戴 然後就是有一個 像是塑膠的這樣 擋在這邊 我一樣會放照片在上面 然後 那 不過每個店家他們都會有準備乾洗手 然後 有些店家甚至會要求你 就是 有一個店員他會站在那邊 檢查你有沒有真的用那個乾洗手 就是 但是看店家 有些店家就很認真 有些人就沒有 嗯 那 總體來說就是 因為我們管不到其他人嘛 所以我們就自己做好 防疫呢 就是 那就是 做好自己該做的本分 那我通常就是 口罩用完 就是當天口罩用完 就丟 回家洗手 然後我吃飯前也會用乾洗手 我不確定那個到底叫 叫不叫乾洗手 反正就是 就是有一個 消毒的 嗯 好 那今天的影片大概就到這邊 訂閱 按讚 分享 然後 如果有什麼想法的話可以留言給我 下次見 掰掰 拜拜 by bwd6